我們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我彈長一點 另外一種是我彈短一點 我用刺的讓它大聲 劍強的效果跟音量堆疊的效果都蠻好的 藉由把音彈長一點點來堆疊它的大聲 因為我剛剛前面這個 我就貼著劍點掉而已 所以它聲音是很短的 而且我不彈到底 所以它聽起來會夠小聲也夠短 接下來我彈長的 我就會很容易大聲堆疊起來 這個比較是我的手指頭要定點 然後這裡定點住之後 指頭定點 指尖定點住之後 我的手腕往前推 但是我在往前推的時候 我的手指、手掌 都需要維持一個固定的形狀 而且維持鋼琴 如果我在手腕往前推的瞬間 我把這裡放軟了就會變成這樣 聲音會變軟掉 就會變成我做假動作 這個聲音就會很軟 如果我維持剛性會是這個聲音 所以我需要 而不是 我這樣就軟掉了 即便我推大聲一點 它聽起來還是軟軟的 那我需要維持剛性 貼著劍刺 所以兩個 如果學生在彈一二三五指法 他很容易小聲的話 那你就換指頭 就用右手彈 SO單獨用左手的三指彈也可以 或者是 那我做了什麼事情呢 一種是剛剛講的長的 另外一種是 兩種的效果都不錯的 第二種我是怎麼做的呢 是我其實在拍點 SO MI DO SO MI DO 我都加了一點重音 讓它聽起來更有節奏感一點點 然後我是用刺的 所以我是刺第一個音 然後我在DO SO這部 加了一點點的時間 而且我把這個頭也往上刺 讓這一個弱 所以它有一個 嘭嘭 聽起來會稍微更有張力一點 先讓它感覺到這個和弦進行的顏色 然後跟旋律 它也要先這樣子過一下 所以你在它音樂的時候 可以這個時候代 其實後半拍你是這樣數一二三 一二三 那很容易就會打亂整個旋律的進行 你的進行就會很難是 你會變成是 再快的時候你就會不平均了 我們的聲音的平衡 到底要多大跟多小是 我的SO主旋律要這麼大聲 但是 我的和弦是要按的 和聲是要按的 主旋律要大的 所以你要感覺 這個MI SO DO的聲音 是包在這個主旋律裡面 如果是這樣 那就已經差不多蓋對了好了 那當然就不行了 所以 很簡單 然後又回到A 因為你快的時候你不肯打 這樣會太緊張 最後比較快的時候你需要想 所以我只想 DO而已 我只想 DO DO 這種感覺 然後再來這裡呢 全部它檢查過都是一樣的音 只是高八度之後 就這樣不用看譜了 這個鍵點點點點點點 這個小聲很好彈 你可以純粹只彈和聲的聲音 那你就 DO MI SO DO 一樣的聲音 或者是你要高音多一點 也可以 可是它的差異不會很大 因為這裡都是小聲的 它只是一個偽奏而已 然後這裡才大聲 那這個和弦你要把SO給 讓站出來 當然也可以 也蠻好聽的 你要一樣大聲 當然也可以 好 所以整體上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是先把結構都先分出來 完整影片與整體課程請上PPA觀看